香港直联会1月31日早上11点发起游行 重申要求中国政府还遭政治绑架的包括出版商贵敏海和李波在内的铜锣湾书店五人的自由 公开真相 确保坚守一国两制不会在香港进行执法行动 确保中国坚守一国两制不会在香港进行执法行动 示威人士手持被失踪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的照片 抗议政治绑架等横幅从西西警署游行到中联办 示威者在中联办外发表声明表示 香港公民李波被政治绑架已经整整一个月 而另外四名铜锣湾书店的人员 包括桂敏海 林荣基 吕波和张志平 已被失踪超过三个月 近日有关李波通过信件方式表达自己安全自由 以及桂敏海被安排上中央电视台承认 自愿回国自首等事件 足以让支联会认为这是政治逼供 这次中国的做法是预盖弥彰 让人更相信李波是身不由己 被绑架回内地以及被报平安 我们是感到非常的愤怒 共产党这样的做法只是逼到人民无路可走 维权已经是唯一的出路 为的是去维护可以有尊严的去享受最基本的自由 支联会呼吁香港人必须继续站出来 捍卫港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 不容原有制度在政治压力下被不断倒退 香港铜锣湾书店是以售卖中国政治禁书 和出版有关中国领导人的书记 深受中国游客欢迎 外界质疑被失踪的五人是被政治绑架 支联会还在声明中关注近日广州三君子 唐精灵、袁新廷和王清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声明表示这三位维权人士只是用非暴力的方式 推动社会发展 对他们判刑是政治迫害 美国之音记者谭家琪香港报道